那么现在针对反制霸凉 国民党这边一定要做出声势来 所以目前规划9月会邀请韩国瑜 还有柯文哲到基隆帮谢国良站台 说到了柯文哲 大家都一直在看他 昨天会不会怎么样 因为8月6号是他的生日 在那边也祝他生日快乐 那昨天一早他就说 每天都恐吓我要把我抓去关 昨天一开门 有三个女粉丝站在那边 他说不是检掉上门 他先喘口气 所以他说他65歳的生日 感想就是没被抓了这样 然后后来就问他说 那要不要帮你祝寿啊 因为他收到寿逃嘛 那柯文哲他就说 我最讨厌凡文入节了 像国民党叫人什么功什么功的 听到就起鸡皮疙瘩 他觉得也不要祝寿了 把那些钱都省下来 那么另外不甘寂寞的 还有他的夫人陈佩琪 最近一直发文一直发文 那里面讲了一大堆 他还最后一段提到 一大早先生一如往常 下楼走路上班 果然如名嘴说的 阿伯出事了 因为楼下传来一阵骚动声 我赶紧从住家四楼往下看 只见一群人 阿伯生日快乐 他说呜呜呜呜 接着就把人架走了 不知开价多少才愿意放人 然后问号这样 那前两天的时候 陈佩琪写的当然就是什么 蓝白盒最不应该就是要签蓝白盒 那六点协议 如果没有那一整段的话 他认为蓝银的票 其实还会灌给白银的 很多啦 只是我这边请教竞平 就是陈佩琪一直写 一直写这样好吗 这样有助于开拓 突破重温层的票会有用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只是要巩固基本盘 那也有用吗 如果他一直写的话 对于这个民众党内部 当然是很受欢迎的 还有包括民众党 受欢迎 民众党内部 民众党内部 还有民众党他自己 帮阿伯 巩固他凝聚支持者的热情的话 那这样是没问题 可以出一口气 让这个陈佩琪有一个 原地空间去宣泄一下 这样的一个帮老公 发出不平之名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等于是出气筒 但对于这个 已经慢慢觉得受不了 或者是已经厌倦了 一般的这个社会大众 或民众会觉得蛮无聊的 只会觉得怎么那么多牢骚 到现在还没结束 所以陈佩琪他 当然他说已经出事了 也是谐音嘛 也是那个 今天就是农历七月出事啊 很正常啊 所以他就说果然出事了 那个底下有人要来帮他老公 帮阿伯来庆生 那或许很多等着想要嗑瓜子看戏的一些 不喜欢阿伯 或是民进党的这个一些人 恐怕会失望 就像我们前两天 当时候也在讲说 会不会像郑文燦这样子 然后这个生日的那一天就被 就被约群 被带走啦 被搜索啦 被羁押啦 那我前几天也说应该是不会啦 因为没有听到这个风声跟消息 而且如果真的这样做实在太夸张了 也说明了这个台湾当下的政治氛围 真的是像刚刚这个蔡政元委员所讲的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那个赖清德和民进党是用何等的手段 让现在很多事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那不管是真的一般的在野党的党主席 过生日都要过得体心吊胆 发现楼下是三个支持者 不是来上门的调查局人员 就松了一口气 这是何等的极其讽刺啊 什么时候我们出门 要先看一下楼下是哪些单位的人员 就变这样啊 那当然很感慨啦 所以这个柯P65岁的生日感想 就是没被抓 但是他跟他老婆也真的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很有趣耶 就是一个突然提到 因为他去上节目的时候 突然提到说什么 国民党的那个樊文鲁杰 还在什么功什么功 就好像比如说量功啦 或者是这个蔡正元委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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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是有年轻的心情 大家谁不喜欢被叫哥被叫我爸 叫到这个 那只有阿伯啦 当然他很特别 他的这个小草 或者是他的支持者 追随他的热情粉丝 当然是希望 用很贴近他的语言 接地气的话去称呼他 可是我发现 柯文哲对国民党的印象 可能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在里面 在国民党内 现在真的要被叫到公自备的 像吴伯雄主席 他真的是年纪很大 而且就是身体健康也大不如前 还有包括连战荣誉党主席 也是一样 连战也没有人叫他战功 对也没有叫他战功 柏功 柏功是有啦 以前有这样 因为都是称呼他年纪很大 像爷爷一样的 但也只有他 慢慢的都凋零了 都很多都差不多 不是说不久不在了 或者是怎么样 而是说慢慢 但都是二十年 也没有人叫他酒公 没有 对不对 这不是很好笑 他还是小马哥 也是不是小马哥 老马哥好不好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柯P对他对国民党的印象 这种负面的印象标签 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去贴上去 可是这往往是二十几年前的这个状况 进入2024年 从2020年以后 你看韩国瑜有人叫他愚公吗 这不是很好笑吗 愚公移山吗 这没有嘛 就都叫他韩国瑜 或是韩院长 韩市长就这样 那几乎都用直称来称 我会像卢秀燕 卢妈 叫卢妈不行 那叫阿伯就可以嘛 叫阿伯阿伯就不为何嘛 所以我就说 现在已经几乎都是贴近 现在的已经很少人 像刚刚这个 我所提到的 柯P用以前的 类似宫廷文化的 昵称梵文鲁结 国民党早就没有这种梵文鲁结的 所以我实在非常的不解 他突如其来提到这一段 只是想要塑造国民党内 还是那种非常降气 非常宫廷的这个习气 还是这样 我觉得没有 如果还有这个样子 今天会到这不田地吗 还要想办法 找这个韩国瑜 找柯文哲 你去帮这个基隆市 谢国良来帮他这个保驾 帮他站台 帮他推销说明 会这样子吗 所以我就说 不要有错误的想法跟错觉 那是以前的刻板印象 那至于陈佩奇 当然是不甘寂寞啊 因为他一直说要加入民众党党员 我觉得期待他可以 正式加入民众党党员的时候 秀出民众党的党政 PO到陈佩奇自己的脸书上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相信他也会做 赶快去做 因为他一直说他要做这件事 加入民众党党员之后 他就可以到各地的 民众党的这个公职人员 去帮他们站台 辅选就没有挂碍了 因为他已经申请退休了嘛 退休的话也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做的话 他就可以有以此为 这样一个职制帮助民众党 虽然有人一直在认为说 会不会成为民众党的 这个党内第一副主席 最热门的人选 那我是觉得不预设任何的前提啦 如果他真的有这样想的话 就算柯P不敢这样想 也许顺水推舟顺理成章 你就让陈佩奇趁着这一波的热事 歇着歇着牢骚发久了 也许就变成民众党内的 一个意见领袖了 那变成民众党内的意见领袖 你说有人从会比较多话 比较高的角度来看 也无可 但至少柯P认同 而你看现在相对的 比较没声音的就是 这个黄珊珊 而陈志涵呢 三不五时会被这个 陈佩奇点名Cue他一下 那看起来 陈志涵是比较站在 这个陈佩奇这边的 所以我相信 就算陈佩奇将来在党内 有什么一定的分量 或者是给他一个新的角色 成为柯P旁边的 这个毛泽东以前旁边 那个四人帮的那个女生 那个叫什么亲的 都忘记 对啊 就是会成为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角色 也不是不无可能 在民众党内成为柯P的 你要说他的左膀右臂 好像不容易 可是他会成为 最了解柯P的女人 然后也会最了解柯P的想法 然后去诠释他的这个东西 反而柯P在民众党内 会给他一定的 这样的舞台跟平台 我觉得这会变成 陈佩奇的特色 当然也会为民众党 到底带来 是正是负的反应跟效果 那就要看柯P 能够容忍到什么时候 我要推荐给大家 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 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 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 接下来影片之后 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